大家好,我这里刚到Transylvania中部的一个地方叫Brown 这个的话是Brown Castle 它是这个城堡之所以有名的话 之前是因为跟吸血鬼Dracula有关 这里整个罗马尼亚的中北部地区的话 是叫Transylvania 在这块区的话四面都是环山 而且山峰特别壮观 都是雪山顶 但是同时的话也是因为冬天的原因 在森林里面还是比较幼冷的 空气当中湿度比较大 所以说总体感觉的话 如果不下雪寒风还是比较冷的 会钻入你的衣服里面 所以说一定要过来注意保暖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先来谈一下这里的公交系统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它到Brown的话 从Brushoff坐公交车的话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价格的话是6块5当地货币 相当于2美元不大 所以价格还是很便宜 过来比较方便 每半小时就有一半 现在的话就在城堡的里面 城堡里面好像看上去还是比较干净的 有各种讲解 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 我以为都是漆黑一片 哈哈 这些都是中世纪折磨人的邪剧 在这里里面都是尖刀 可以挂进去之后就会被四伤 这个是看上去的影子 坐在上面还是比较疼的 这也是各种折磨人的手段 花王感触 总的来说的话 戏谑鬼城堡的话主题是比较黑暗 但是他说不管是之前住在里面的公爵叫Vlat 还有他后面那边所展示的所有中世纪的审讯犯人的刑具 都是为了伸张正义处理那些不遵纪手法的人 戏谑鬼还是比较正义 这里刚才小孩太可爱了 刚才走在路上 因为这里我来的这个区域基本上没有游客 都是当地的学生 像之前的那边巴勒斯坦的小朋友都是对着我叫 然后这里的话 这里的小朋友们都对我鞠躬 我说太文明了 刚才关于后面那个吸血鬼城堡 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拍摄角度 然后现在打算来这些偏的地方 旁边有一座山 我那边往上爬去看一下 能否能找到更好的角度 这里的上山的路都好陡啊 不知道上面的风景怎么样 先上去再说 再艰难也要往上爬 那的话关于如何跑到这里的观景点呢 这里有个十字架从山下可以往到 或者从城堡那边也往到 然后出了城堡之后 可以那边往下走 沿着山一边 因为看到前面有个草坪 前面有一座桥 沿着桥往山坡上爬上来就可以找到这儿 不是很好找 Row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